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外包是一个被人们熟知的名词 网站外包 运营外包 检测外包 安装外包 客户服务外包的 总结起来 外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把非核心的业务模块让专业的第三方来做 把企业竞争的短板模块让第三方来做 提升企业整体竞争能力 网络推广外包也逐渐得到人们广泛认可 一 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做网络推广外包 现在互联网发展迅速 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摆脱互联网经济的冲击 网络推广是大多数企业选择的营销模式 那么哪些企业适合将网络推广外包呢 哪些企业适合做网络推广外包 一 网站长期荒废 多数中小企业的网站在网站建设完成后 企业因人力或其他因素对网站重视程度较低 也不知晓如何进行网站优化工作 造成网站始终无人打理 缺乏系统性更新和维系 更谈不上进行网站宣传和推广 如小将遇到的很多客户 网站是17年制作的 在17年的时候发过一至二个产品之后 网站就再也无人打理了 二 缺乏网络推广管理经验 有些企业虽然每年在网络推广方面 花费数十万元人工费家推广运营费 但因企业缺乏相关的管理经验 推广人员缺乏互联网营销经验 工作完全依照老板的命令和规定 从而导致推广工作变化无常 常常进入恶性循环 如小将常常遇到一些企业 在跟这些企业的营销人员沟通的时候 了解到员工的工作 常随着老板的随口要求而发生重大的变化 导致前期工作功亏一篑 三人力成本过高 四人才资源匮乏 网络营销人才是稀缺型人才 很多企业无法招入需要的人才 企业营销团队人员销售能力量有不齐 结构极其不合理 缺少专业咨询师知道 无法有效提升企业网络推广竞争力 如常有老板跟小将抱怨 招一个有本事的网络营销人才 要花个半年时间 或者企业内部培养 培养两三年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人才 但是这时候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又选择了离职 导致企业人才匮乏 五老板不懂网络推广知识 六营销推广人员的技术不惊 部分企业营销团队的员工 网站优化技巧投机 导致网站常常被搜索引擎惩罚 从而使之前的努力全部无效 互联网营销功效差 不但浪费掉企业资源 还延误市场推广周期 如小将遇到过一个 做电动窗帘的企业 三年前推广工作做得还不错 但是一年前因为员工急于完成工作任务 通过使用黑帽手段 对网站进行SEO优化 结果 网站在互联网上搜索的内容 基本上见不到排名 收入量所引量 从当初的上千条 直接降低到不足十条 二那么降人降薪能够提供哪些网络推广外包服务呢 一网络推广外包整体的工作思路 二 SEM服务 网络推广外包SEO服务 一 工作流程 二 工作内容 二 修改网站内容 包括网站结构 网站图片 网站文案 网站展示效果等 二 优化账户结构 对关键词进行汇总修改 合理增添 删改关键词 修改竞价策略等 三网站 SEO优化 网络推广 外包 SEO优化服务 一 网站原文件修改 二 网站运营服务 三 网络推广 外包公司简介 专业的网络 推广外包公司 有没有成本更低 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 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 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 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 有很多朋友会说 拍视频的成本太高 海量生成不现实 所以 今天推荐一款SEO神器给大家 Cat Video 采用AI引擎 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 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 帮你捕获精准客户 im más ом 3 1 1 2 3 2 7 3 3